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美国总统竞选中的最新局势 卡玛拉 哈里斯和唐纳德 特朗普在最新民调中势均力敌 哈里斯准备宣布副总统人选 而特朗普则不断质疑哈里斯的种族背景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还面临他丈夫婚姻丑闻的挑战 但他也得到了前特朗普政府官员的支持 共和党内部对于攻击哈里斯的种族身份也存在分歧 这一切究竟会如何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由独立报报道的文章 以及相关的背景和评论 这篇文章描述了美国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和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白宫竞选中的最新动态 特别是他们在民调中的势均力敌 以及哈里斯即将宣布的副总统人选 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9% 哈里斯的支持率为47% 这表明两人在竞选中几乎打成平手 这一消息的背景是 哈里斯作为民主党的假定提名人 即将宣布他的副总统人选 目前的候选人名单包括宾夕法尼亚州 州长乔什·夏皮罗 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 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马克 凯利和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茨 值得注意的是 凯利、沃尔茨和夏皮罗 已经在华盛顿特区的哈里斯住所 进行了面试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争议 例如 他的丈夫道格 埃姆·霍夫承认 在第一次婚姻期间有外遇 这一消息在他的竞选期间被曝光 并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 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中 对哈里斯的种族背景进行了质疑 这些言论引起了广泛的批评 特别是南卡罗来纳州 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 警告特朗普 不要在竞选期间 进行类似于出生地论的攻击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推出了一个名为共和党人 支持哈里斯的计划 该计划得到了前特朗普政府官员 和著名保守派人士的支持 这一计划旨在吸引那些 对特朗普及其政策 持反对态度的共和党选民 支持者中 包括前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妮 格里沙姆 和前副总统麦克彭斯的 国土安全和反恐顾问 奥利维亚·特罗耶 在竞选过程中 哈里斯的支持率 在一些关键州有所上升 尤其是在战场州 例如 根据CBS的最新民调 50%的注册选民 表示会支持哈里斯 而49%的人表示 会支持特朗普 这表明哈里斯在拜登退出竞选后 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特别是 在民主党内的热情 也有所增加 再来看另外一篇 由《环球邮报》报道的文章 它详细分析了 哈里斯的崛起 对总统竞选的影响 特别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表现 新罕布什尔州 是一个政治风向 非常敏感的州 它在历史上 有着重要的初选传统 哈里斯在这里的影响 变得尤为明显 民调显示 它在该州的支持率 已经超过了特朗普 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 对政治变化非常敏感 这里的民调结果 也反映了整个国家的政治风向 几个月前 当拜登还是民主党的 假定提名人时 民调显示 他的支持率 比特朗普低两个百分点 而最近的民调显示 哈里斯的支持率 已经领先 特朗普六个百分点 这种变化 不仅仅出现在新罕布什尔州 也在其他战场州 逐渐显现 新罕布什尔州的历史背景 也非常有趣 这是一个 曾经被认为是共和党的堡垒 但近年来变得 越来越民主党化 在过去的八次总统选举中 民主党在这里 赢得了七次 这种政治转变使得哈里斯的竞选 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 哈里斯的崛起 不仅影响了选民的情绪 也改变了政治策略 例如 拜登退出竞选的消息 让很多选民感到失望 但哈里斯的上场 重新燃起了他们的希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新罕布什尔州的独立选民 占选票的37% 超过了任何一个政党的选民数量 这使得哈里斯在这里的胜利 具有象征性和实际意义 接下来我们来看由 雅虎美国报道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描述了 特朗普的盟友拜伦 唐纳兹和ABC主持人乔治 斯特凡诺普洛斯之间 关于哈里斯种族身份的激烈辩论 唐纳兹称 这个问题是虚假的争议 但他随后又重申了 质疑哈里斯种族背景的言论 斯特凡诺普洛斯则质问为什么 共和党要一再质疑哈里斯的种族身份 尽管哈里斯一直以黑人和印度裔自居 这场辩论反映了共和党内部 对如何处理哈里斯种族背景问题的不同看法 尽管一些共和党人物 包括林塞格雷厄姆和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表示应该避免这种攻击 但唐纳兹的言论仍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一系列事件和辩论体现了美国当前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首先 这反映了美国社会对种族和身份问题的高度敏感 哈里斯作为一个混血儿 他的种族背景成为了竞选中的焦点 这不仅仅是个人身份的问题 更是社会对种族多样性接受程度的考验 其次 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的竞争也反映了美国政治的激化现象 两人的支持率几乎持平 这意味着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需要更加努力地争取中间选民和独立选民的支持 尤其是哈里斯推出的共和党人支持哈里斯计划 显示出他试图吸引那些对特朗普政策持反对态度的共和党选民 此外 哈里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表现也说明了政治策略的重要性 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对候选人的态度变化非常迅速 这反映了全国选民对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看法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民调数字的波动 更是选民情绪核心里的真实反应 最后 特朗普对哈里斯的种族攻击和随之而来的反应 显示了美国政治中的种族问题仍然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话题 这不仅影响了选民的态度 也对两党策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的来说 这一系列事件和辩论不仅仅是竞选过程中的插曲 更是美国当今社会和政治环境的真实写照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继续深入探索这些议题 分析它们对未来选举和政治格局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卡玛拉 哈里斯和唐纳德 特朗普在民调中显示出势均力敌的局面 根据最新数据 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9% 而哈里斯的支持率为47% 这一情况表明 两人在竞争中处于胶着状态 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胜出 目前 哈里斯正在考虑副总统人选 名单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 夏皮罗 肯塔基州州长安迪 贝希尔 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马克 凯利和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尔兹 哈里斯在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对这些候选人进行了面试 这显示出他对副总统的选择非常重视 将影响他的竞选策略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近期遭遇了一些挫折 他的丈夫道格埃姆霍夫承认在第一次婚姻期间有外遇 这一丑闻可能会对他的公众形象造成一定影响 与此同时 特朗普则在竞选集会上重申了对哈里斯种族背景的质疑 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警告特朗普 不要在2024年竞选期间进行类似于出生地论的 攻击以免对其竞选造成负面影响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还推出了共和党人支持哈里斯的 计划并得到了前特朗普政府官员和著名保守派人士的支持 如前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妮·格里沙姆和前副总统麦克 彭斯的国土安全和反恐顾问奥利维亚·特罗耶 这一计划旨在吸引那些拒绝特朗普及其政策的共和党选民 扩大哈里斯的支持基础 根据CBS的最新民调显示 哈里斯的支持率在战场州有所上升 50%的注册选民表示他们会支持哈里斯 而49%的人会支持特朗普 这表明哈里斯在进入竞选后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尤其是在拜登退出竞选后 民主党的热情也有所增加 表示会投票的黑人注册 选民数量显著增加 这对哈里斯来说是一个有利的信号 哈里斯的崛起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 在新罕布什尔州尤为明显 这个州的选民对政治风向特别敏感 哈里斯的影响可能会对选举结果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新的民调显示 哈里斯在新罕布什尔州领先特朗普6个百分点 而在拜登时期这一优势仅为3个百分点 这一变化显示出哈里斯的参选 对民主党在该州的支持率有积极影响 新罕布什尔州的历史显示 该州曾经是共和党的监视堡垒 但最近几十年来 该州变得更加偏向民主党 哈里斯的多元种族背景和性别 可能在这个州产生积极的影响 尤其是在该州对女性领导人较未接受的情况下 在特朗普盟友和ABC主持人之间的辩论中 质疑卡玛拉、哈里斯种族身份的攻击被称谓 虚假的争议 这表明共和党内部对这一策略存在分歧 一些共和党人物认为应该避免这种攻击 专注于哈里斯的政策记录 而不是他的种族身份 整体来说 卡玛拉、哈里斯和唐纳德、特朗普 在竞选中的势均力敌局面 将使得这场选举更加激烈且难以预测 副总统人选的选择 竞选策略的调整 以及如何应对竞选中的负面新闻 将成为双方能否胜出的关键因素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里斯的崛起 可谓是美国政坛的一大变数 我得说 他的多元背景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让他成为了许多选明星中的希望之星 看看他在心喊布什尔州的表现 从拜登手中接过领先优势 真是让人惊叹 这就像哈利波特里的赫敏 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扭转局势 哦 楚天书 你真是对哈里斯有偏爱啊 先不说他的背景如何 他丈夫的丑闻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这就像权力的游戏里的色稀 外表光鲜亮丽 内里却是一团糟 而且特朗普可是赢得了49%的支持率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哈里斯那47%只是打了个擦边球 哎 齐齐你这魔说就有点片面了 特朗普的支持率虽然高 但是别忘了他那些争议性的言论和行为 特别是对哈里斯种族背景的攻击 真是让人想起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 一边喊着我要改过自新 一边还在搞小动作 哈里斯的多元身份反而是他的优势 吸引了更广泛的选民支持 楚天书 你这魔说可不太公平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的竞选经历中也有不少问题 比如他的政策和立场变动不定 他的共和党人支持哈里斯计划 真的能起到多大作用 这就像兵与火之歌里的辩解者 一不小心就会被当作是双面间谍 齐齐 你这样说可就有点过火了 哈里斯的政策变动那是根据选民需求 和社会变化做出的调整 这叫灵活应变 他的副总统人选也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像是凯利、沃尔兹这些人都有实力和经验 这就像是魔界里的同伴 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特朗普呢 总是靠一些争议言论博眼球 这真的能长久吗 楚天书 你这魔说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特朗普的支持者可是颇具粘性的 他的言论虽然争议大 但也正是这些言论吸引了大量选民 这就像星际大战里的达斯维德 虽然黑暗 但也有一群忠实的追随者 哈里斯若想真正挑战特朗普 还需要更多的实质性政策 而不是仅仅靠背景和身份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